我去找一下傅小颖 你不用去了 她自己会回来的 可是她不知道新情况 我去跟她说一下 免得坏事 张曼儿 你能听我把话说完吗 我接下来要说的话非常重要 请你认真听好 张曼儿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就像我爸打我一样没有道理 从小学您给我念课文的那一刻开始 我就喜欢上你了 我从国外来 还小又自卑 所以我选择将表白藏在心里 但有一天我长高了 有自信站在你面前的时候 却又变故横生 但在这纷繁杂乱的变故中 有一件事情从来没有变过 就是我越来越爱越喜欢你 我不知道我自己表白过多少次 在过去 在未来 在平行时空 在梦境里 我从来没有得到过一个肯定的答案 今天 我可以得到一个不同的答案吗 你的意思是说 我拒绝过你很多次 我怎么一点也想不起来了 想不起来就算了 也因为对于我来说 只有这一次才是有意义的 只有这一次才是有意义的 还真是一点都别变 跟你表白了那么多次 每一次都无疾而终 被你拒绝一次也是好的 谢谢你 你的喜欢 让我的学生时代很美好 你拒绝在这 还是朋友 当然 离别的拥抱 看见星河在你看我的眼里 我想我爱上这一刻的心 第二次带人这段都不管用了 我这点挺紧的啊 好嘞 好嘞 现在 你看这个心 哎 我又想起你在这边的 我又想起来 干吗 你把自己的男朋友问来一遍 在这里抱别的男人什么事 男朋友 什么男朋友啊 怎么回啊 自己男朋友都不记得啊 275 我跟哪一如意 就是一个啊 其实有一个好像 我的亲切都很幸福 De传asures 你可以这样的 来 會有一萬種聲音 每一種都是 愛的眼神可能性 生命中有交集期許 別足以要丟掉嘆息 我又相信你在這邊的夜裡 細緒不聽話 自顧自 跑出去 只陪我睡覺 習慣心得像你 說話語氣 那一段回憶 格外的甜蜜 有好多的話 想說來不及 如果可以 我還是會選擇 在遇見你 難道過去又改變了 死於民 你想幹什麼 我沒想辦法啊 你背著我和別的男的老老老老老 成何提供 你管得著嗎 我是你男朋友 我怎麼管不了啊 這都不能管的 就算你是我男朋友 你也管不了那麼多 這裡好冷的 我們進去吧 你 困嗎 幹嘛 你要不困的話 我帶你去個地方 快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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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愚民啊 你要帶我去哪兒啊 怎麼這麼慌 你不是喜歡這種嗎 喜歡嗎 喜歡什麼 喜歡大晚上跟你來荒郊野嶺啊 信我就別問 你該不會是想帶我來看 你該不會是想帶我來看 說吧 這幾年來看過幾次啊 三次啊 第一次是在 原來煙花和玫瑰是一樣的 玫瑰誰送都浪漫 煙花和誰看都灿烂唄 那可不是 我三次都是和同一個人看的 她還會對著天空許願 說我 趙曼兒 要讓班上所有的同學 所有同學都能夠幸福快樂 我以後還要當一個好演員 去嘎那走紅毯 要去嘎那走紅毯 走紅毯 煙花不錯 煙花不錯 你這麼喜歡看煙花啊 真的只看了三次 現在坦白還來得及 誰說我這麼愛看煙花了 又冷又黑的 我根本就不懂 到底浪漫在哪兒呢 你少來 學農上海跨年 還有這次 只要能和你一起看 我就喜歡 咱們在一起之後 是第一次看嗎 那個 我記不太清了 誰天天沒事揹著手指頭 算這個東西啊 我問你個問題啊 嗯 如果剛才我沒有出現的話 你會答應靜雨昊嗎 我已經有男朋友了呀 怎麼答應靜雨昊 對啊 我就說嘛 我說如果嘛 我發現你最近神經兮兮兮的 又說不記得咱們在一起了 所以我在說 如果萬一你又精神錯亂什麼的 你猜神經兮兮 你猜精神錯亂 我錯了我說錯話了 那你先回答我問題吧 那可難說了 畢竟像靜雨昊這樣 又溫柔又會照顧人的高富帥 因為某些貓狗小子好多 很難保證不行動啊 晚了 沒機會 來吧 起個大早就是為了看日出啊 想到一會兒要上班 還能過來看日出 真是對自己素然起敬的 你們倆能不能有點出現 就不能說一說 參見完同學聚會之後 就很有正能量之類的話嘛 說不了了 我這散裝的三十歲身體啊 真扛不住了 一切都要重新開始了 結束了 高考終於結束了 我考上了 我出國了 可以看外國帥哥了 我終於能喝酒了 我希望我喜歡的人可以幸福 除天下說情萬里落 開心快樂 每一天 我不要每個人都喜歡我了 我要喜歡我自己 我要去上海了 你們倆也喊一個呀 那就祝每個人都擁有快樂人生 希望這幫小屁孩都快點找到吧 小屁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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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屁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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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屁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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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哎哎我跟你們說啊 我現在充滿了能量 我準備要接着嗨 嗨嗨她個三第三夜 嗨她個三點三夜 嗨 著又老闆 三點三音 怎麼啦 沒什麼 忘了自己M&Pesan也沒沒收了 找個機會我給你偷回來了 不用了 我现在已经不需要了 等等我 大爷 在吗 大爷 好久没来了呀 我今天是特意来跟您道别的 我毕业了 以后可能不能再来小麦布 给你帮忙了 没关系 没关系 我的任务呢 就是看着你们来 护送着你们离开 以后要多多努力啊 我明白 今天啊 临时随便去 大爷请客 给您那些实验班的小朋友 小女朋友们都点点去 好 好 那我就不客气了 我会让她来 我一定要去 哪一个 太前面了 大川 这让她真不知 海拥 潜在 海拥 台湾 海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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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收听 今日的红瓦语电台 这个夏天 对于很多人来说 注定是记忆里一段难忘的时光 等多年后再回首这段岁月 留在你们记忆中的 或许是一起跌倒 一起奔跑的朋友 又或许是那个为了梦想 一往无前拼尽全力的自己 愿你们都会拥有灿烂的人生 你啊 你好好照顾自己啊 这路怎么这么快就修好 你们再多留几天呗 这再多留几天呢 我们就都没工作了 到时候我们这一群人 全都住你家 没问题啊 我养你吗 走开啊 走开 生花水堂江湖再见喽 江湖再见 你个头啊 明天下了班就来我这里 给我报到 听见没 遵命 加油 顶峰 咏 俩 咏 我 美春哎呀 不管 Yeah 没想到我们班最大的海王是马兴野 我也走了 拜拜 拜拜 天启 你下一站去哪儿 还不知道 你呢 我还要回单位 那我请个年假陪你吧 不用了 你那几天年假自己留着吧 不过 我也好几年没回来 好多地方不认识了 先安排个青岛七日游吧 好啊 我给你当导游 走吧导游 走吧 去哪儿啊 你想去哪儿 嗯 车钥匙给我 我来开车 行了 你们都走吧 走了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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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那我现在走了 你们走了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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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两天来看我 拜拜 拜拜 别愿意 看到了 我们收到个房子 你 先去 sol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孝友啊 孝友也不能进 除非让你们老师出来进 我们的班主任是方彦卿 能麻烦您帮我们联系他出来吗 你说是就是 我还张无忌呢 联系好了 再来 走吧 走吧 可是 好了 好了 我们不进了 张无忌 再见 没事 大门进不去 还有别的办法吗 什么别的办法呀 你的老办法 走了 我们先下楼 歇个哟 你没事 我自己先扶 我 扶着你吧 别了 老板了 在学校呢同学看的都不好 我扶着你吧 别了 老板了 你现在这样特别像当年的灭绝时代 我要是灭绝时代 就第一个把你踢出身吧 没想到啊 过去这么多年了 橱柜居然都没换新的 这不是我当年的柜子吗 这不是我当年的柜子吗 是吧 那你当年为什么没收拾储物柜就走了呀 我柜子里又没什么东西 你怎么知道我没收拾储物柜就走了 你是不是又在搞什么柜 想知道吗 那你就想想吧 你说嘛 不说 不说 说嘛 不说 你猜那两个人是不是一顿 我猜 他们两个应该是互相有好感 但还没有在一起 那不就是最好的时候了 那你岂不是很幸运啊 这个时候持续的时间特别长 怎么了 你上次跟我说 咱俩怎么在一起啊 咱们两个 高中毕业就在一起了呀 高中毕业就在一起了呀 那是谁先告的白啊 当然是你了 你忘了 毕业聚会那天你喝多了 拉着我的手 就不让我走啊 死皮赖脸的非要让我答应做你的男朋友 我就只好共青不如聪明了 那我们交往之后 第一次约会是在哪儿啊 那我们交往之后 第一次约会是在哪儿啊 海边啊 石老人嘛 石老人嘛 还一起吃了一顿烧烤 第一次情人节我们是怎么过的啊 第一次情人节我们去看了电影 哈利波特 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 可是 混血王子是在七月份才上映的 那就是我记错了 我们应该是看了其他的电影 不是吧 玉明 第一次情人节这么重要的事情你都不记得了啊 我当然记得了 不小心说错了 玉明 你该不会是在骗我 不是 我话都没说完 你那么紧张干什么 那我们初吻是在哪儿啊 想好了再说哟 想好了再说哟 你这次要是再说错的话 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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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篮球场 玉明 你挺厉害吧 M3都被你发现了 什么M3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没发现 没发现 那你却怎么想出 撞我男朋友这个馊主意的 你不知道我最讨厌别人骗我吗 我就是 我 我 有什么好笑的 篮球场 原来啊 这就是直男对于初吻的终极幻想 什么意思 那你先说 你干吗要撒谎说是我男朋友 你都和靳昊豪抱在一起了 我要是再不出手的话就没机会了 只能赌一把 说不定你有我们两个是情侣的记忆呢 所以 你是怎么发现M3出来了 有一次我偷听到了你和靳昊豪的谈话 昨天他又说什么平行时空 修改记忆什么的 忽然就想明白了 好啊你 偷听人家表白不要 谁偷听了 我是路过好不好 明明是你们两个太投入 没有注意到我 哪有 也好意思说呢 人家好歹有勇气 在现在的时空来表白 不像有些人 妄想瞒天过海 直接嫌一个女朋友 哪有这么好的事啊 那你让人请我什么 哪有 小同学干吗 是 站住不许动 余明 赵曼儿 方老师 方老师 你又来抓早恋的小情侣了 是啊 我这不时隔十几年抓着你俩了吗 方老师 我们知错了 一定虚心接受必平 上学的时候啊 我就发现你俩没来眼去的 就觉得有问题 赵曼儿 你当时怎么跟我保证的来着 方老师 天地良心 那时候我可是一门心思铺在学习上 哦 就你 一心铺在学习上 你不铺 其实上学的时候啊 不是不让你们这些小情侣恋爱 也不是因为恋爱不好 主要啊 就是想告诉你们 人生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不要被恋爱冲锋了头脑 其实啊 我们老师都很希望你们成年以后 能够走在一起 今天看到你俩能来啊 我真的太开心了 我跟他在不是小学吗 我 导演老师好 我是赵曼儿 于明同学 他不敢自己一个人上台 非要拉着我跟他一块儿 给他壮胆 而且 我看台本上写的是一男一女 我可以给他大戏啊 给大家添麻烦了 啊 直到拆穿渔民谎言的那一刻 我才意识到 就算没有情侣的身份 和甜蜜的记忆 他也早在不知不觉中 填满了我的青春 十八岁时的吵闹伴嘴 太过寻常 以至于让我忽略了 深藏其中的喜欢 赵曼儿 二零二零年秋 写给 十几年后的自己 我讨厌麻烦 泡面最多等一分钟 排队的界限是十分钟 超过我就会放弃 只有喜欢赵曼儿这件事 坚持到了现在 不知道十几年后的你 追到他了吗 鱼鸣 二零零八年 夏日 谁说到傅耀岩女医了 你以前自己说的呀 以前是以前 现在是现在嘛 姐 你那个剧本不看也罢 好像 好像是什么学生搞得处女座 现在的小孩静龙头 什么都不懂就想着拍电影 你看看这个 艾丽丝级的大小 古装玄幻惊悚穿越严情剧 这个剧本是个女三号 但女一女二 都用你角色出赛 我觉得这个就挺有意思啊 又有什么意思呀 这个故事很真诚啊 真诚 真诚有什么用啊 我写日记也很真诚啊 能关注买账吗 帮我联系一下吧 我要去试镜 姐 你认真的吗 姐 这个剧本主角可都定的差不多了 你去了只能演个小角色 没关系 我是从一个龙套开始的 就从一个龙套再重生吧 好 我还没想到 你去试镜 你去试镜 所以你都会帮我 你都会帮我 吗 你真诚 尝试镜 我一定plin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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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点害怕 一不小心现实改变了 我会再次失去你 你想的没 我告诉你 不管时空改变几次 我一定都会把你追回来的 你别想跑 不过还好 梦想和喜欢的人一样 天南海北都顺路 好 好 感谢观看